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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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路这样子下来就是我们整个我对于这个空间跟美术的部分有一点点的了解 所以你对这么多年来就从事设计嘛 那我知道你对于就是绿建筑友善的这个部分是很重视 什么因缘让你这么的重视 好像你也曾经跟我们提到有什么你去过日本或者去了解他们有一个叫Sick House的其实给你很多的启发 要不要多跟大家分享 其实有两个就是触发我去再往这个地方进修的原因就是我去北科大进修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摇篮到摇篮》就Cradle to Cradle这本书 那这个让我了解到其实跟我在大学教育里面的视野跟心胸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刚刚刚轻而提到的就是所谓的Sick House的诊断室 那这个Sick House呢其实它是一年一度日本跟台湾同步好试比试的一个license Sick House呢从字面上来看Sick就是生病 House是建物房子 大概是这个房子那这个诊断室的这个职责呢就是去了解这个房子或这个空间的使用者 他为什么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打个比喻好了就有点像医生的角色 他从病人的状况里面去判断去诊断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不舒服的症状 怎么样去简单的判断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进到了一个不那么友善的空间 为什么不那么友善他可能是这个空间里面充满 这些简单充满了有毒气体或是空气很不流通 他进到这个空间里面会有很多过敏的反应 那可是他离开这个空间以后他就马上这个过敏反应就解除了 那我们可以大胆判断这个空间可能有一些不好的物质 You're sick 对 那从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就可以去再进一步去这个基地里面去勘察 去测量有些测量的仪器去了解说这样的VOC或TVOC就是挥发气体 有毒挥发气体有没有超标这些建材有没有不良的建材影响到空间的使用者 一个空间规划者我觉得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带给我的服务的客户 给您这样子有一个比较友善的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的居所 大家都知道其实经过统计其实一个人一天当中有大概80%以上是在室内的空间 不管是办公室或者是我们打捷运 那如果室内空间不友善 有毒或者是不舒服 其实是很困扰人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觉得应该要去 在我的专业领域需要去加强的部分 所以我就学习了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我觉得我听起来是非常有趣为什么 因为很多地方可能一样去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为什么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其实有时候像我们这些是一个平民百姓 可是会让我们不舒服 其实我们讲不出所以然 可是可能跟你所讲的可能是建材有的问题 可能是就是空气 空气流通 对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多跟我们分享 通常一个建筑物里头你最会注意到哪些 怎么样让它塑成是一个友善的环境 你要注意哪些 如果提到居住空间来说的话 其实我最在意的部分就是通风跟采光 还有湿度的问题 如果湿度相对湿度太高 可能会长霉 霉它的包子会飘散在空气当中 会诱发过敏的体质 或过敏的反应出来 所以我们会去了解就是说 不同的坐向的空间 或是怎么样让它有适合的开窗的位置 让新鲜空气进来 我打个简单的比喻 也许我们住在郊区 那也许郊区就很适合开窗 让外面的空气进到室内来 那如果我们是在市区 或者是在大马路旁边 甚至于我们居住的空间是在 夜市的旁边 也许那个面向的窗户 我就相对不建议它开窗 因为进来的空气反而比室内空气还差 所以这些判断我们会从外在的环境 大环境来给居住使用者一个建议 所以刚刚你讲的空气流通很重要 那个湿度 阳光 那阳光是燃光线的部分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现在暖化的关系 其实我们已经接近热带的国家了 那其实就是比较担心就是面膝的部分 面膝塞的部分 膝塞的部分因为它长时间的进入到室内里面来 也许就是有很多的室内的家具或室内的建材都有可能晒坏了 所以这些膝塞的面向反而我就不建议大量的开窗 你们是怎么样让它又采光 可是又房子的温度各方面又能够维持 比较自然的手法 就是大家都知道 其实热空气会往上升 冷空气是在下面的 那我们怎么样对应就是说 让新鲜的冷空气 比较相对新鲜的冷空气 在开窗对的位置 在相对低的位置 就有机会导引到室内里面来 让室内屋左 比较屋左的 比较热的空气 自然的排放到比较高的地方去 所以开窗的位置会相对对应到这些部分 那当然刚才提到就是 有些窗 有些条件可能不那么允许 例如说在大马路边 那现在有一些 有蛮多就是一些设备 它可以去弥补 弥补这样的原本不好的条件 有一个设备叫做全热交换机 全热交换机它基本上的作用就是说 如果现在是夏天的气候 那夏天我们如果在居所里面是开空调 室内会比较冷 可是外面的新鲜空气是相对比较热的 那如果我们这时候开窗到室内里面来 那它就会增加室内的空调的耗能 那反而是一个比较相对浪费的条件 那如果增设了这样的全热交换机 它基本上的原理就是外面热的空气 它经过这个交换机里面 让新鲜空气冷却一些 再把新鲜空气送到室内里面来 那室内的空调就不会这么的耗能 那反过来看 就是如果是冬天的时候 室内是有开heater 就是我们的暖气 然后里面是比较热的 外面是冷的 可是如果我们开窗里面 外面的冷空气进到室内来 就会比较更冷 然后我们的暖气机会再启动 所以透过这样的机器 它会先加温再进到室内来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会对应到 就是我们这些本来原本不好的 不适合开窗的位置 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 跟进气排气的位置 来弥补原本室内条件比较不好的 您在提到这些观念 我觉得就是一个 对一个人居住在一个环境 或者在那里办公 它就是跟这个地方的结合很重要 你要不要跟我分享案例 就是说在你设计那么多的案例当中 你有哪些让你觉得很好 然后现在使用的也非常好 有一个案子也是居住空间 它刚好是在 车水马龙的一个高速公路旁 其实它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开窗 因为空气不太好 也很多的噪音 因为车流很大 那时候可是因为它对应的 的坐向是不是面膝 所以它有机会 有大量的自然的采光 那这样大量自然采光 就我觉得是可以保留 采光的窗户的大小 可是它没有机会开窗 那我们就建议了这样 刚刚提的就是全热的这个系统 进到这个空间使用者的室内里面来 那它又可以兼顾到白天的 不用太多的人工的照明的这个耗能 可是它又因为它不能开窗 所以它又需要可以换气 大家知道就是其实开空调 其实它不是换气 它只是让空气的温度 维持在那个温度 它的氧气的含氧量 其实是越来越低的 那我们怎么样 透过空调跟全热的搭配 让这个空间的使用者 它既可以维持到一定的舒适的温度 可是它又可以不会头昏脑脏 对 又比较多的氧气进来 所以然后又有自然的采光 可以进到这个室内里面来 我觉得这样子互相的综合的考量底下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所以刚刚你提到这个建案 还有没有别的案例 是您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刚刚提到的其实是住宅的部分 也许在建筑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可以跟心理想做的 各位朋友分享 我有一个案子是其实是在民族台北市花博镇对面的一个案子 它也是一个招待所 那因为也是一样条件是在民族东路旁 也是一个车水马龙的一个条件 那我们怎么样去对应这样的车水马龙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商业性质的一个招待所 那可是又希望可以让这个客户进 空间的使用者或者消费者 他进到这个空间里面来 这时候他又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定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比较像回质型的一个空间 进入这个空间前有一个大的水池 它可以有一些心境上的调整 它可以暂时地忘却到 它的几公尺外旁边的一个车水马龙的状况 可以让它进到这个招待所有一个不同的空间的体验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操作的手法上 然后在建材的使用上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这个招待所 它是可以在选材上面可以 希望可以更友善一点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建材的表面 我们这个建筑物的表面 我们是选择了一个 生长比较快速的树种 大家都知道 其实有些树种它生长得非常慢 像块木啊 像比较硬直的乌心木啊 它是会生长得很慢 那生长很慢 它就变成是相对的珍贵跟 如果要砍伐它来做建材的话 它可能会相对的 它在生长的年限上可能比较不好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一个比较快速生长的树种 例如像橡木啊 橡木啊 然后现在在欧盟欧盟这边有一个叫做FSC的联盟 他们就是你砍了多少树它就直领回去 直领到那个树回去 所以这个相对来就是又回过头刚刚提到就是 Credle to Cradle 怎么样去让它我们使用 我们还是要使用这样的建材 可是我们怎么样有智慧的选择 相对于对环境冲击力比较低的建材 这是我觉得在设计的选择上是可以在琢磨的部分 最近几年你当然不管是你从书本的学习 或者是你这几年的那个理念 对于友善环境这个是非常的重视 那除了刚刚讲做建材啊 材光等等 还有什么你平时会特别注意的 对于要达到你所希望的一地球功升系 对于一个建筑案 当然就是提到其实在开窗的部分 不外乎就是有些钢材 结构的钢材 或者是玻璃的选择 这些建材其实讲白了 其实它是可以 它的生命 它的建材的生命周期 它是可以再利用的 我简单讲一个例子好了 大家都会发现就是 晚上我们在走在最近新铺的人行步道上 会发现那个人行砖会 好像会闪闪发光 那就是很多的玻璃的回收 它会加入到那个地砖里面去 其实这些建材的选择 其实它就可以预期到它 它其实可以再使用 它不会因为我们使用了单一次 它就这个建材的周期就停止了 这是我们可能在选择上有一些考量 那在室内的部分 其实刚刚其实我也觉得 除了通风跟采光以外 湿度的控制也是相对的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在台湾这个气候 其实相对湿度 常常都会到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 其实都会很不舒服 那这些湿度高了以后 就会诱发一些霉的发生 就是室内有霉菌的发生 或者是有一些木头里面 有一些原本的虫 像每年的四五月间就是 常常会发现就是 我木头会有一些虫卵会出来 就是刚好温度也到达了 湿度没有控制好 它也到达它的孵化的条件 它就出来 所以我觉得湿度的控制 对于整个友善的一个设计 或者是空间使用者的一个 一个相对于舒适的一个条件上 我觉得湿度的控制也是很重要 那现在湿度的控制 除了就是我们开窗 让空气可以流通 自然的流通以外 可以带走一些湿气 那如果是一直在下雨的时候 那怎么开窗呢 其实我们有一些 现在也有一些新的设备 除了落地型的厨师机以外 因为厨师机常常就是在长者 或者是其实它会觉得非常的干 因为它湿度 它是一直在厨师 它没有办法控制相对湿度 到舒适的程度 所以用一些设备 可以让我们可以 空间使用者可以相对的舒服 也让不会那么耗 因为它到这个湿度的时候 它就停止运作 谢谢你的分享 就是对于我们在 你们身为建筑师 在用这些建材各方面 都要非常的讲究 这样对环境的友善 或者对于耗很多的资源 会比较好 那当然除了这些都要兼顾到 美感设计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然后你的灵感 就平时要是不是都看看 多学习 怎么样去培养美感 我觉得有蛮大的部分 是因为我的国高中 是美术的训练 所以我在那个时期 我对于东西方的一些美术 有一点点学习的机会 那到了大学跟进修以后 我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多去观察 在地的一些文化 跟在地的一些美学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 就像清恶刚刚提到了 其实多看看 多观察 其实会内化成你 很个人的 很个人的美感 我觉得是 就是多看 多吸收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蛮重要的 就是用心去感受你周遭的 也许在台湾 就一起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地方 也许就在我们的周遭 对吧 那最后想说 您有什么话 想跟我们电视机前的 所有的观众分享 对 我想分享 三张头影片 一朵樱花 其实它 但看来讲 它是很美丽的 那如果一片樱花的时候 它其实比单一的樱花 我觉得更美 那我想阐述的 其实就是说 如果每一个各行各样 各业的领域的工作者 他如果在每个领域 多一点点心力去 去关心这个环境的话 其实就有机会 开出这样子 一个繁盛的美丽的樱花 那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 就叫费孝通先生 他的一段话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就跟我刚刚的一朵樱花 跟一片樱花林的概念是一样 其实如果每个人 在各个领域上 有不同的付出 跟不同的用心的话 其实他会成就一个 一个就像我们佛教提的 一个大同 一个美好的世界 我的心 在尽丝中感恶 我的信念 人充满千尘 大家一起来